哈喽大家周四好 今天要为大家看到这个房子呢 位于Westmallow Park 是一个拥有四房四点五浴室的独栋别墅 开价359万8 这个房子的总面积呢 是2586个square feet 占地是5579个square feet 这边是它的dining area和living room 房子是新建的2016年的new construction 是一个open layout的一个door plan 这边是它的family room family room带有一个双向的壁炉 two-way laner fireplace 这边是一个小房间 这个设计非常的好 隐私性比较强 它这个应该是用来做办公室使用的 而且还带有自己独立的洗手间 为什么说它隐私性比较强呢 它是跟楼上的卧室是分开的 好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它的厨房 这个房子装修上呢 是画了不少的心思 纯实木的地板 还有这个比较modern的这个countertop 整体是一个现代简约风 色调的优色上也是比较简单大气 好 我们现在一起去它的后院看一下 后院的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到楼上看看它的卧室 好 这边是一个休息区 洗衣宝 这是其中一间卧室 带有自己的独立洗手间 这是另外一间带有自己洗手间的卧房 好 我们现在去洗手间 West Mallor Park的治安情况比较普通 在当地来说它不算是最好的 也不算是最贵的区域 Mallor Park最好也是最贵的区域的位置 是位于与West Mallor Park交界处的 Hermoso Way和Bay Laura Drive这一个区域的房子 接下来就是Santa Cruz Avenue和Arboard Road 这一个区域的房子都是非常不错 而且非常贵的neighborhood 这两个地方的房价和West Mallor Park相比较起来 差个三五百万五六百万都是非常常见的 也是真正盛产豪宅的地方 所以在Mallor Park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价位 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所以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只是单纯的想在Mallor Park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居住的话 那West Mallor Park还有靠近El Camino Real这一个区域的房子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学区情况 这边的学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小学初中还不错 高中就差很多了 所以真正的学区房我们还是要往Palato这边去看一看 那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设计感比较强 整个Building也是比较新的一个状态 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便利 再加上它上市也有一段的时间了 所以在价格的谈判上也会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如果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可以大胆放心的考虑一下 接下来大家随我一起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个社区情况 接下来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